大家好,今天很榮幸邀請到George Brand的學校代表來跟我們分享一下關於他們的Postgram Program和學校最新的消息 我們有請學校的代表 Hello,多謝Wui的邀請 大家好,我叫Kathleen 我就是George Brand College 香港的Lieation Officer 今天的表演主要是講解我們George Brand的一些校園 一些高級的計劃和一些針對香港學生的進入要求 好,首先我們看看我們的學校的高級 首先我們George Brand College是在加拿大Ontario省其中一家最大型的政府學校 同時我們也是加拿大十三間Polytechnic就是理工學院之一 意味著我們的教學模式是非常輕鬆、實踐性的 課程裡面除了一些理論的學習層面的知識之外 我們也會著重加入一些現實的工作環境所需要的技能 希望學生可以邊學邊做 加強他們畢業之後的就業能力 那麼我們很多課程都是加入了很多externship、internship、co-op的機會 所以學生在畢業之後對於他的就業能力是非常之強 那麼在稍後的時間我們會再講多些關於一些不同的實習機會 那麼另外我們也都是其中一家List of Approved DLI 即是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s 那是符合Stream A其中一個要求的 那麼另外最後就是我們一個很強的賣點 就是我們George Brand College的所有校園、校區 都是在一個downtime area的 好,那說到downtime area 那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個圖片 那麼我們圖片裡面的灰色的 描述著的地方 其實就是多人多一個downtime area 那麼你會見到我們三個main campus 包括黃色的圈圈寫著CL的Castaluma campus 那麼有寫著SJ綠色的圈圈 就是我們的St James campus 那麼另外一個近河邊那裡 就會是我們的Waterfront campus 那麼至於藍色的SR 就是我們的student resident 我們有宿舍的 那麼都是在附近而已 那麼另外一間呢 就是藍色,深藍色圈圈寫著TMU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ampus 那就是另一間我們合作的大學的一個campus 那麼它以前就叫可能 就是有些人聽過了 就叫Warsen University 主要就是主持我們的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 那麼在稍後的slide 我們會再講多一點的 那麼由於我們的所有的校園區 都是在多倫多的downtown area 那麼大家都知道 多倫多是加拿大一個很核心的商業 和金融首都 那同時也是北美第二大的金融服務中心 那就是意味著 學生很多時候都有機會 除了上課地點方面之外 那他們可能被安排做一些不同的placement co-app 那都是well connected with 一些不同的大公司 他們的headquarter都會在downtown area 那是非常之分 無論是上課 或者是co-op 或者是將來就業等等 都會是within在一個area 那地理上是非常之方便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叫我們的college 是叫做toronto city college 那樣的 好 那我們逐個campus 看看吧 那首先就是我們的 最大的campus 就是聖James campus 那最大的意思呢 其實是in terms of 我們的faculty 的學生人數 那聖James campus 主要會有holds 一些不同的課程 包括business 我們的chef schoo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mmunity service 一些media programs 還有我們的eap 就是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的program 給一些同學 如果他們的英文程度未達標的話 都可以先來我們聖James campus 那裏讀英文班 我們叫做eap program 之後才升回他們的mainstream program 那右手邊有一些 上面大家都看到我們的campus 是right in the city 那另外有我們的chef house 一些industry的standard的restaurant等等 後一點點 我們都會再講多些我們這些facility 那第二個maincampus 就是我們的casaloma campus 那campus的命名呢 其實就是為 是因為我們坐落於在多仁多一個 很著名的景點 就是casaloma的一個城堡 area 所以campus的命名就是這樣來的 那casaloma campus 主要會holds 我們一些比較供科的科目 比如是constructures management fashion and jewelry performing arts building technology 和computer technology 那由這邊都會看到我們的campus很漂亮 好 第3個我們的maincampus 就是同樣都是很漂亮 坐落於在河邊 我們會說是其中一個最漂亮的campus 就是waterfront campus 那這個campus 主要就會holds 我們一些health science faculty 的一些program 比如dental 或者fitness and health 等等這些 那同樣我們的design school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都move了過來waterfront這個area 的 那右手邊的三幅相片 那上面那個 上面就是我們軟望 我們waterfront campus 很漂亮的座位在河邊 那下面呢 其實有兩張小圖 就是我們的design school 其實我們就在waterfront area 就跟一些不同的design company 去share 一些space studio 那你會見到裡面的設施 設施 設施 都有modern 很漂亮的 那我們就希望 給學生 在讀書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真正的working environment 和學習一個最up-to-date的技術 那其實在waterfront campus呢 那其實在waterfront campus呢 那接下來我們都會有一個新的建築 叫做limber law space 希望在下年的一月份呢 就會員工就正式 welcome一些學生 那這個新的建築 主要到時是會hold 我們一些architecture study 和computer technology的學生的 那 那 同學可以留意一下我們的官網 college的官網 就是 到時再看看最新的新的建築 一定開幕的消息 好 然後呢 就是我們第四個campus 就是剛才有提及過 我們會和 Toronto Metropolita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ampus 去share一個campus 那主要是 我們的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CE program的同學仔 那同學仔在讀 我們deploma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享用到 tmu裡面的facilities 那 那 還有很多時候 同學完成了我們的deploma之後 都會是transfer去tmu 去繼續完成了 那個 最後兩年的batchelor degree 那 那當然 同學如果 想選擇 繼續在我們原校讀 我們的batchelor degree 那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 都有offer ECE的batchelor degree 好 那 另外 最後就是 講到我們 那個student residence 我們叫the george 那學生宿舍很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邊的圖片 都可以看到 很新的 其實我們是 16年才正式開幕 那 那個location 剛才在圖片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很近 我們的st James 和waterfront campus 那其實走路都可以走到的 那是一些好天的日子 那如果你說是冬天 那不想走 那其實我們都有street car 其實就正正stop在我們的宿舍門口 那street car的概念 其實就類似香港 我們那些輕鐵 那另外我們的宿舍呢 是有24.7的fundash staff 在幫助學生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那給一個概念 宿舍大概的費用是多少呢 就是我們說一個academic year 就是8個月的時間 譬如今年的9月到下年 25年的4月為之一個 a year的academic year 那就分開了兩個semester 8個月的 那大概是加至1萬1的費用 那這個費用呢 其實已經包括了 是包括了基本上所有東西的 那你看到 我們把照片裡面的所有傢伙 我們是fullie furniture 去到床、雪櫃、書桌等等 全部都是包了的 那水電煤等等 這些全部都包了 電視機啊、網絡、local call 等等都會包的 那宿舍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設施 比如BBQ、Fitness、GameZoom等等 這些學生都是可以享用的 那宿舍的申請費用呢 就是100元的 那由於你看到我們的宿舍 是很新、很漂亮 還有downtime area 非常之近 我們的campus 所以它是很流行的 所以我也鼓勵學生 如果是打算是 要預約我們的居住 都要早點去申請 OK 至於其他詳情 關於宿舍、怎樣申請 裡面有些不同的資訊 都可以上我們的官網看 好 好 去到我們的計劃 核心計劃 我們不如用一些數字 去講講我們學校的不同的計劃 首先我們學校有提供 175個全面的計劃 那裡面會有大概 29,000名的全面的學生 在讀的 那裡面大概有40%的 國際學生人數比例 其實那40%是來自150個國家 或者地區的 我們其實比起 多不多其他學校 學校來講 我們國際學生的比例 是相對比較多元化 和平衡的 因為我們不希望學生 覺得來到我們學校讀書 就好像去了某一個國家讀書 所以我們都會有很嚴謹的政策 去修國際學生時候 他們的國際混合的比例 另外我們會有多達 5,000個業界伴侶 為學生提供一些不同的實習機會 右邊就是我們學校提供的 一些課程 包括會有一年制的 課程 兩年制的課程 三年制的 課程 四年制的課程 和一年制的 課程 由於 StreamA Pathway 這個 visa的關係 相對的 相對多香港學生 問的會是 兩年制的課程 和一年制的 畢業 很多時候 學生看到我們 在課程上面寫著 譬如 課程 它不是寫兩年的 四個學期 或者是寫16個月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問 究竟是否符合 StreamA 所要求的兩年的 課程 限制的 你寫16個月 其實 所有我們的 課程 如果是四個季節 來說 不論它是寫16 或者18 的 個月份 也好 只要它是四個季節 其實我們都是 符合 StreamA 所要求 兩年的 課程 所以學生 就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 每個季節 是四個月 所以有時候 你會看到 我們寫16個月 是因為中間 我們有些 夏季節 是 skip了 將它濃縮 成為16個月 完成 但其實我們是符合 StreamA 要求的 那同樣 我們的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很多時候 有時候學生會在 program detail 裡面 看到是寫著 兩個 或者是三個學期 12個月 等等這些 其實它都是說 是足一年的program 所以 無論它寫兩個 或三個學期 都好 都是足一列 亦都是符合 StreamA 的要求 因為Postgraduate 設定 我們的program 通常是 頭兩個季節 會是 上課認識 第三個季節 就會是 去做 co-op 或者一些不同的 實習機會 這樣 好 那就 好了 那 剛才我們所說的 175個program 其實我們就會分了七個 academic center 的 無論由工 理 雙科 其實我們都會輪圈到的 包括一些 藝術 設計 或者IT program 我們會有 business program 以及一些 Health Science 的program 雖然 Health Science 我們都很強 不過 不是很多program 給國際學生 暫時可能會是 通常有些 dental 或者老人學的 一些 area 或者一些 異知 hearing assistant 等等 另外我們有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的faculty 另外 當然我們是很強的 colonary and hospitality school 以及我們的ECE 的center 就是center for community community service and early childhood 那 那170多個program 分別在不同七個academic center 其實一直在說 我們學校很著重實務性 很著重 practical 因為我們作為一間理工學院 我們是很強調 learning by doing 就是說 除了在書本上 學生得到一些理論的知識之外 我們覺得應該同時間 都要將那個學習 融入一些 實際上的一些 實務知識的技巧 那 which 才是會迎合 現在市場上要的 學生的一些 100%的program 都是會加入到一些不同的 spiritual learning component 那 無論是一些比較 長一些的program 我們可能會提供一些 co-op的terms 有些internships 或者是一些field education 那去到一些短一點的課程 比如一年左右的課程 我們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capstone project 或者是一些on campus的work teaching labs 等等 那都有不同的機會offer給學生的 那 我們想確保學生 尤其是作為一個國際學生 尤其是作為一個國際學生 是有一些canadian working experience 是很重要的 那因為會幫助到他們 將來畢業之後 找工作的機會 那另外有一件事都想 就是我們學校大部分的教師 或者我們叫professor 其實都是一個part time的性質的 那 原因呢 就是說 他本身自己呢 在他的專長那裡 是有一份full time job的 但是呢 他就會part time去教學生 那好處呢 其實他是可以把 他在industry裡面 最update的knowledge 啊 skills啊 那帶回來給我們的學生 去教導給他們 所以確保我們的學生 在學著的 最… 在學著的知識啊 或者是技能 都是最up to date的 在市場上 那個industry需要的東西 這樣 另外 好了 那 我們這裡就會 講一講大概 我們提供到一些什麼 on campus的experiential learning 的opportunity 那 那 當然第一個 是我們最出名的sherf house 那 sherf house 是我們一個 student operate的餐廳 那 都是在downtown的area 那 就主要是我們的colonery hospitality 和food and beverage的學生 那 我們通常可能會有 有為期大概 14個禮拜 或者7個禮拜的externships 一些校外的實習機會 提供到給他們的 那由於我們的餐廳是open to public的 那其實呢 就給到那個學生 有一個很真正的working environment 我們怎樣去serve個client等等 等等這些 都是一個真正外面的世界 怎麼做 我們就exactly在裡面 教著學生是什麼 那另外我們 child care early childhood program 我們有12個child care center 是for我們ECE的program 學生仔可以去那裡上課 做training的 那其實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將會開第13間child care 那就會是在 那剛才我們有提及過 Water fun 會有一個新的building 那就是可能今年年尾 啊 明年年初的時間 希望就會開到我們 第13間的child care center 那到時學生就會多個選擇 去我們的child care center 那裏做pacement 那另外 那另外我們有個wave的kinic 都說是water fun的campus 那主要就是for一些dental hearing system open的學生 那同樣都是open to public的 那給學生有一個真正實習的機會 那就 好啦 我們正式進入一些 我們主要的program 那今天我會抽幾個 是我們學校很強 或者是多香港學生選擇的program 去講一講解的 那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王牌 就是我們的hospitality and culinary 的arts program 那個faculty 那在這個program裡面呢 那我highlight了主要三個program的 那大家會見到我們的diploma 就會有colonary management 會有baking and pastry的art management 和我們的ch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那這三個同樣都是兩年制的課程 那剛才有講過我們的chef school 那其實是加拿大最大的一個chef school來的 chef school來的 那學生讀這些課程裡面呢 都會是involve了不同的實習機會 那大概可能是7至14個星期的fiel placement 那會在我們的chef house 那會在我們的chef house 或者是cafe 那其實在右手邊呢 上面有三個小照片那裡呢 其實都是在我們chef school裡面 學生operate的一些餐廳 無論是一個fine dining的形式 或者是一些grab and go的cafe的形式 那我們都有機會給學生實習的 那當然我們也都有不同的 外面的一些outside industry partner 那學生都會有機會去到不同的地方做實習的 包括一些很出名的餐廳或者是酒店的 那另外我們的colonary的batchelor degree 四年就是batchelor degree 其實是加拿大第一所開辦的一個program的學校來的 那還有剛才也有說過 我們100%program都會是有involve externship 給學生一些不同的實習機會的 那講到我們的colonary的威水史 那當然有兩個人就必須要提一提的 那包括第一個左上角 大家會看到看到他的樣子 都知道大家這個很出名的一個傳師 就是Gordon Ramsey 那其實他就在我們學校開 the chef's house的時候 大概2009年的時候 就來到我們學校參觀了 那其實他看到我們學校的設施是很impressed的 就是他覺得這個我們學校的設施是很impressed的 是很impressed的 也都很羨慕到的 如果他想當年學校的時候也有什麼設施就好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下面那個呢 那下面那個呢 就會比較我們香港人的威水史 那這個alumnize 那就是DL DL Tam 那其實他是香港人來的 那他就早在2010年的時候 就讀了我們的Culinary Skills Certificate Program 然後在下一年一一年的時候 就讀了我們的Culinary Management Diploma 然後再在一、二年的時候 就讀了我們的Culinary Arts Italian Postgraduate Program 那DL他讀完之後呢 就在2014年的時候 回到香港發展 那他去了一些不同很出名的餐廳工作 那就在2014年的時候 最往後的日子 就去了上海發展 那在2018年的時候 他就成為了 中國大陸第一位 獲得米茲連星級的女廚師 那這個是非常之威水的 就是成為第一個 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市場 那其次在2021年的時候 他還獲得了 亞洲最佳的女廚師的 那其實他現在溫中 和他先生溫中 在上海溫中 一間很出名的米茲連餐廳 其實都是在往後的日子裡 是都一直都有獲得米茲連的認證的 那所以是一位非常之出色的Alumni 還有他來自我們香港的 所以我們都很power for 我們的Culinary Program的 好 那第二個 Program想說的 就是我們的 Early Childhood Program 那我們的Early Childhood Program 其實已經在 在多倫多度 有教了40年以上的 這個 Program 那我今天主要的 會有三個 Program 那大家會看到 有三個 Program 都很相似 因為他們的名字 都叫做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那唯一一個不同 就是他究竟是不是 Acellhood 或者他是 Fast Check 還是一些 standard的 Program 那首先我們可以 看一看C-100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這個兩年制的 Depoma 那其實他 如果是9月開始的話 那他就需要 放夏季節 所以他總共完成這個 課程就需要兩年的時間 那如果學生選擇 在1月或者5月入學的話 那他就沒有那個夏季節 那他就可以連續讀 那變成16個月就可以完成的了 那同樣 同學覺得16個月究竟 但是會不會不符合 那個StreamA的要求 那也不需要擔心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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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d 也会在16个月内完成 譬如我当学生今年是9月4日的英语开始入 其实他就会读到下年2025年的December 就可以完成了这个设计的课程 第三个就是C130 Early Child Education Group或Fast Track的Program Fast Track的Program就只有一个设计就是9月开的 就只是读两个季度10个月而已 其实这个Program就是给一些学生 本身有Deprogram degree 已经在有early child的背景的同学读 只不过转过来变成了加拿大的一个 营兽的一个Program 相对就不多香港学生会选C130的Program 大部分都会选C100或者C1600 我们那个Program 刚才有说过我们有12个Child Care Center 接下来有第13个开 其实会有提供很多不同的Lab的Teaching机会 给学生在里面做实习 同样我们的Child Care Center是Open to Public的 那去Serve小朋友是来自 由6个月到12岁的这个年龄层面 那他们会学习怎样去 设计一些不同的Education Program 给这个年龄层面的学生 去符合他们的需要或者interests 那我们的课程读完之后呢 就会是成为一个合资格 注册的early child educator 那我就可以读完之后直接去找工啊 那还有因为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pacement啊 很多internship的机会 其实很多时候学生在未毕业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一家child care center 就是外面的一些child care center 会问你会不会想 不在业之后来我这里做啊 那其实那个就业率的机会都高的 好 第3个program想提及的 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faculty 就是Arts Desig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那因为它很大 就是轮廓了很多不同的program 那我就在一个slide讲不完那么多 那我主要就是cut了diploma 和postgraduate的program 比较受香港学生欢迎去讲 那我今天会想讲两个postgraduate program的 就是我发觉都 就是近来多学生 香港的学生问 尤其是是一些 刚刚在香港读完degree的学生问 那因为IT的课程始终都是 就是热门就是整个世界 但是都是趋向这个 就是这个trend的了 所以都多学生问的 那第一个想讲呢 就是我们的T402 Health Informative的postgraduate program 那其实这个就很适合一些学生 他们想将Health这个industry 医疗保健这个industry 加上一个资讯科技的industry 就是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数据分析等等 那就去帮助 怎样在这个Health Industry里面 用IT可以帮到手去解决一些不同的决策 或者是怎样可以提高整体服务的效率 那有一些例子 就可能是香港 如果大家都可能认识了一些 医见通的这些服务 那其实就是 将那些data 就是那些patients的data 就是集结在一个system里 去共同share 那就是说 那些patients 在今天在A医院里看完之后 那他那些病历啊 吃那些什么药啊 那不用转头去了B医院 再看医生的时候 又要再重新讲一讲 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趋势来的 将patients的information 他的患者记录啊 病史啊 或者他有一些treatment等等 这些数码化去 那其实一直都看到这个趋势来的 那所以我觉得都多学生问了的 那由于这个program 其实不是说很 就是好像医生护士那些 那么professional health professional界的 那其实挺适合一些学生 啊本身 我又不是真的想做医生护士啊 但是我是有相对的batchelor的 background 比如可能是一个general health science的 那同时也想 那同时也想 就是将结合了IT这个知识 投身在这个health industry的话 都挺适合这一类的学生去读的了 那所以呢 由于他一个batchgraduate program的关系 所以他要求学生呢 其实都要有相对 他在health science或者IT呢 要有这个education background 和有一年的working experience的 那所以这个学生要留意 他那个admission requirement 另外第二个想说的就是 T431 Applied AI solution development postgraduate的这个program 那这个program呢 就是一年三个semester制的 那刚才也有说过 我们大部分的postgraduate 头两个sem都是上行的sem 第三个semester呢 就是一些co-op啊 或者是work integrator project的一些component 那其实这个applied AI solution development program呢 是我们在加拿大最早提供 这一类课程之一的college 那其实AI这个层面 都已经是一个大趋势的了 即估论去到不同的industry 都是走不掉的一个知识 所以都发觉多学生是问这个课程的 那同样由于这个课程 会涉及一些不同的computer science background 一些数据分析啊 一些machine learning等等 那所以我们都需要学生是在 一些有IT或者computer science 或者related field的education background的 那还有它最好都需要 要懂一些python的programming skills 就是设计program的那个程式python 那因为始终我们的postgraduate 不是一些foundation 就是certificate或者depotment的program 那其实比较advanced 那相对学生都要有一定的 background 那详程的endry requirement 究竟它需不需要有些不同的working experience 或者需要有些什么的education background 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的那个 course program 里面看到的 要不然当然你可以问回我们Wui的同事 OK 好 那就简单介绍了一些不同的我们学校出名的program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讲不完175个program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出名的 一些很hands on的program 但是时间有限 那我们都讲不完 那如果同学有兴趣的area 在我们今天的presentation cover不了的话 你都欢迎可以上回我们的学校website 或者是向Wui的同事查询 那我们再给多些这方面的资讯来 那现在好了 我们就跳到下一个session 我们就会讲一讲我们的general admission requirement 那是一些入学要求的 那是针对香港学生的 那这一版呢 我们就会讲一讲是一些很general的要求 那有三样东西呢 那学生必须一定是要达到的 第一就是academic requirement academic就是讲你的那个学术的那个要求 那公文论你是去年代会考的 就是香港CEA、A-level、DSE或者Bachelor degree 那这些我们叫做学术要求 academic requirement 那第二样呢 就是英文的proficiencies 那英文这个要求呢 是需要独立体的 那在稍后的篇幅 我们会再讲多一些 有些不同的英文要求 那你必须是够18岁的 by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的时候 你必须是够18岁的 那撕到这三样东西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成功进入我们的program了 好了 那我们会详细讲一讲究竟每一个requirement 是怎样呢 那首先就是那个学术的要求 academic requirement 那我这里主要呢 就分为两个program 就是两个比较受香港学生欢迎的program 包括左边的diploma 和左边的postgraduate 那首先我们讲diploma for我们college的diploma 入学要求 那如果你是来自往史年代的会考 香港CE 或者是现今的HKDSE 文贫士的学生 那我们都需要你英文这一科 是有达到level D 或者level 2的最低要求 而和数学的话呢 同样呢 我们都需要你又达到level 2 或者level D 的要求 那数学呢 就不是每个program都需要的 某些program是需要的 和我们college大部分的program 其实都需要数学的 怎样去知道究竟 你的科目需不需要数学的要求呢 其实就可以进去我们的website 在一个program里面的detail那里 admission requirement那里 你就会见到究竟它又没有写明 说数学需要达到多少 如果它纯粹只是写明 我英文需要达到什么什么 就没有说说 数学这一科需要达到什么什么 多少分的话呢 那就是说你这一科不需要max的 那只是订英文就ok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我们都需要看你其他科系 都有passing mark的 那这个就是for DSE 或者是以前的CE会考的学生 那或者有些学生 本身是没有在香港考过 这些公开考试的 只是读了一个高中 就完了 或者它转了第二个读 那样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都会考虑 它那个高中里面的成绩的 三年就是form4 to form6的里面高中成绩 那如果是旧制的话 可能就是中五中五中七 那高中里面的成绩 同样我们都需要你英文科是有合格 同样如果你报的那个科目 是需要max的要求的话 同样max我们都需要看回 是有passing mark的 ok 好了 for 这一刻 如果正在读中六 即是来着准备考DSE的学生的话 那我们那个academic requirement 就需要再看多一点 因为你未有DSE成绩 所以我们需要中六的学生 提供最少有五个季度的校内成绩 包括中六的第一个季度 那五个季度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中四和中五的全年 加中六刚刚年头出的那个第一个季度 的校内成绩去报名的 那同时间呢 我们都需要学生 向学校拿一封ad moment letter 那里面呢 就是写明学生现在在读中 以及期待什么时候会毕业的 那我们需要用这封信去证明 你是现在在读中 在校的中六学生的 那 那 这个就是for 现在的DSE中六学生的要求 for DEPLOMA 我们的DEPLOMA program 好了 讲一讲我们的Postgraduate入学要求的 academic requirements 那是很简单的 那这里你是来自一个三年级的 advance diploma 那香港可能叫ASOL 或者HIDIP 或者我们是需要有些program 可能写明需要一个是bachelor degree 的四年级bachelor degree 那其实Postgraduate會有多少少不同层次的入学要求的 除了是写着academic 就是advance diploma 或者bachelor degree都好 那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会有写明 像刚才一些IT的课程那样 都会写明说需要你在相关的background 有related的education background 比如ID Health Science的background 或者是再加一年的工作经验 或者related work experience 会这样写的 甚至可能是我们一些 design的Postgraduate program 就需要有forium的要求的 那这些都会在我们的program 的detail的那一版 admission requirement 都有写明的 那学生可以refer 那有不明的地方 当然都是可以找回我们 会的同事去问 ok 那这个呢就是 for香港学生的academic requirement 学术性的要求 好了 第二我们会讲一讲 英文的proficiency 那英文的入学要求呢 其实在这张方 这张纸里大家都会看到的了 在较早之前 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已经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 英文豁免的措施 给香港的学生 就是如果学生 在以下所提到的 有达到以下所提到的 一些学术要求 或者成绩的话呢 那我们是可以豁免 你不需要学生额外再提供 一些国际的英文测试 例如IOS TOFO 或者Dolingo 那里面呢 就会包括了 如果你是DSE的学生 那你的成绩是 英文的那一科成绩是 achieve level forward 以上的话呢 那是不需要再考额外的 IOS Dolingo TOFO 那如果是for 以往的回考 A level 年代的学生的话呢 如果你在CE会考到的 英文科 拿C 或者A level 拿D 以上的 都是不需要再考 国际的那些英文词的了 还有有些学生呢 可能他们的中学 是在其他国家里读的 其实譬如我们一些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譬如是 英国啊 澳洲啊 纽西兰啊 美国等等 就是在过往十年 我读过两年或以上的 学生呢 我们都是豁免 他们不需要考考的 其次呢 就是 比较多的学生 是可以豁免的 就是如果 一些香港的学生 在本地的大学上 讀书毕业的话呢 除了那八家 就是standard的那八家 抗腰啊 City啊 中大学等等 包括我们的都会大学啦 Hong Kong Metropolean University 都会大学 那些九家大学里面 读过 书的话 读完两年或以上的话 我们都是 豁免不需要 学生提供 这些 IOS啊 Tofo的 所以其实都很多学生 是可以 豁免不需要 考 就是不需要 在额外考一些事情的 就是 本身我们 postgraduate的学生 就是在本地 香港 计刑大学 播我们postgraduate的 学生都多 所以他们 都可以 豁免到 又或者 以前的年代 有A-level啊 或者有DSE 都 能够到 有Level 4 在Level 4 其实都不 很正常的一个 成绩 你当大概 IOS 6.0 那个Level 其实都是可以 豁免到的了 但是 有几样东西 要 留意的 就是 有时候有些学生 会问 我本身 在香港 有读过 SoDegree High Deep 都读过两年或以上的 可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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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需要 你在正式的 九大 大学里面 读过一个 Bachelor的Degree 那 我们 阿蘇 那些是不算的 另外有些学生 可能读过阿蘇 之后 就 上升了去本地 一些 大学 的上升 就是可能 英国 澳洲上升的Degree 我都是叫Bachelor 畢業 但我们都是不行的 那 所以 Top Up Degree 是不可以的 必须是本地 九间 毕业的学生 那 如果 其他同学 有一些不同的问题 和一些不同的 scenario 想分享一下 究竟我 Qualify 可以Wave英文的话 都是可以 一些文化热乎的同事 我们会去 解释的 OK 那这个就是 英文 Proficiency 的requirement 特别是 香港的学生 的 那有些学生说 我已经 我全部的 要求都 撕不住 没有得 的 那我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们就有些 standard的 English Proficiency 的requirement 给这班同学仔的 那 这个表呢 其实就是列了我们一些 不同的 考试 就是一些公开的 国际性英文考试 它的 要求 不同的要求 分别进入 我们的Depotment Certificate 或者Postgraduate 需要的分数 那 香港学生普遍 多人 会 考的是 IOS TOFO 或者近年都会比较流行的 Dulingo 英文试 有时候有些学生 都会 问 Dulingo 究竟你们学校 仍然受价 其实我们学校 这一刻 仍然都是 仍然受Dulingo 这个英文考试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 看这个表的话 其实 由 夏年 1月 就是 2025年的Winter Intake 开始 我们Dulingo 要求的分数 是会略略提高一点点的 在这个标题上 大家要留意 所以如果学生 你是来到 我们下年1月 Winter的Intake 也打算去考Dulingo 的话 必须是要跟回 我们新的分数要求 这个要提清楚 另外 当然 学生如果说 我考究都没有 你们的要求 那怎么办 其实 都可以选择 读回 我们的EAP 就是英文班 课程的 读完之后 才进回 你真正的 Mainstream 即Depotment 或者Postgraduate Program 而是通常 看一本 想再留意 字幕 刚才在前面的标题 也也说了 我们入学要求 必需 是数样的 都能够 够了 即是说 你的 Exercise quy 体骋 我们刚才所说的 DSE 英文数学 要L MCU 这个是最低限的,你一定要够够够 那接着,英文的准备 无论你是考IOS,Durango 或者你本身DSC已经是拿到4的话 那就当然最好了 所以就有时候有些学生会很confused 我DSC英文拿到4 不是,拿到,let's say,4 是的,但是我的数学只有Level 1 他在报的Diploma Program是需要有MAX的背景的话 那你都是符合不了Akademical Requirements 那就不是说一个Level 4或者Level 5的英文DSC 就可以把所有我们要求的Akademical Requirements 那就不是的,两个是独立体 而且两个都必须是达到的 就是说,如果你说我DSC的数学Level 1 那怎样算,能够够够够够够够的 那其实学生都可以拿回它的校内 刚才也有讲过,拿回高中的一些校内事件 如果我们看到其实它的校内都不合格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交给Admination 去Consider 学生的 所以學生盡量他有什麼不同的學歷證明的話 都可以給我們或者WURI的同事看一看 我們會交給admission去assess的 OK 那enture requirement說完 我就想說一說去教大家怎樣去看 我們的program availability 還有究竟那個program在那個intake有沒有開減 其實很簡單的 首先同學可以上去我們George Brown College的網站 簡單的就是georgebrown.ca 然後在那個work page的右上角 有一個search的一欄 你就打program availability 然後它就會彈出一版 就列出所有我們有開辦的不同的課程 那裡面還會有寫那個intake什麼時候會有開 那你會看到有些顏色的寫著open 或者黑色的not available 或者close 紅色的等等 都是代表一些我們那個program 究竟這個intake開不開 如果開的話它還有沒有收緊身 就是說綠色就還在收緊身 那有些寫著黑色not available 就是說這個program 這個intake我們是不open的 那所以學生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idea 究竟我怎樣去預算我想讀這個program 究竟我應該選擇哪一個intake呢 提提大家search的時候呢 這一版所appear的program 可能是包括了domestic和international的program 因爲呢 同學要小心點 因爲有些domestic的program 是不open for international的 那所以記得在filter那裏 那我都highlight了就是選了兩個 在filter那裏呢 filter回你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那我們就會只會列一些 是open to國際學生的一些課程 ok 那show到一個不同的program 你選擇你想有興趣想補讀的program 按進去之後呢 其實你就會見到 那個program所有最詳盡的information 包括它的intake什麼時候有開 那個學費 那個program overview 究竟這個program 會讀什麼呢 會學到什麼呢 那個outcome是怎樣 有什麼工種是我可以做到 還有裡面每一個semester 我是需要讀什麼科目 而每一科究竟是讀什麼啊 那個placement的opportunity等等呢 其實都會在我們的program detail裡面 見到的 非常之詳盡 非常之handy的一個information 那我鼓勵學生呢 就是要進去看看 究竟你想讀的這個課程 和你心目中有興趣想讀的 我們能否給到你呢 能否配合到呢 還有我們裡面有很多的video 的簡介的 是有些不同的faculty的professor 去講解究竟這個program 你會讀什麼啊等等 所以學生 我鼓勵學生是要進去看看 究竟 是的 我們這些course的information 是 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OK 好 好 下一個呢 好了 我想 mention 就是我們作為國際學生 究竟我們George Brown College 有些什麼是支援 可以給到國際學生的呢 首先呢 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International Student Hub 那這個呢 是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特別是我們的國際學生 那它分別會在我們的聖James 和Casa Loma Campus 都會有的 那其實服務就會輪廓很多 比如不同的學生 國際學生會有些visa 問啦 有些course and moment registration等等 對於它在學習和生活 上面有不同的問題的話 這個都是你的第一站 一站式的地方 可以幫你去查詢的 那有時候有些問題 未必是直接 在這個International Hub 答到的話呢 我們都會refer 去你一個 對的department 去繼續跟進這樣 那所以鼓勵 國際學生 如果有一些任何需要 需要找人幫忙 解決的話呢 這個都是你的第一站 需要去找的地方 OK 那旁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career service 就是我們有一個很完善的career service 就是我們有一個很完善的career service 就是無論究竟你是一個在學 讀著我們Jorge Brown College的學生 或者你已經是畢業的alumna 也好 其實這個服務 我們都會是open to給你們的 那裡面會有不同的resources 包括是教你怎樣去寫你的resources 怎樣去收拾啊 給一些feedback 我們會有不同的interview practice 等你做好準備去見工 那當然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網絡 是找工作的網絡 去給一些advice 就是career advice 還有advice 究竟你怎樣去準備去運工 從準備你的resource 到practice你的interview skill 到你應該穿什麼衣服 到你應該找什麼工啊 走什麼方向等等 全套career service服務 都會在我們的career service center 那裡可以幫到學生的 那我鼓勵學生 無論是可能你的課程到時候 會有些co-op的要求啊 需要找工作啊 或者是學校安排給你啊等等 或者甚至將來 接下來畢業了 想開始穩定工作啊等等 想找人幫忙看看CV啊 這些的話 都去好好利用我們這個career service OK 好 接著就去到最後了 就是我們的社交媒體 George Brown College 社交媒體 我們都有幾個不同的platform 是專針對香港的學生的 那譬如我們有個中文的Facebook page 那其實這個page呢 我就鼓勵學生可以進去like 去like了我們 那因為裡面有很多資訊 是specific 我們香港的學生的 都會在裡面看到的 因為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香港bocker 去幫我們 時不時會update一些不同的資訊的 那有個香港學生 那一家男生在讀video design and production的 的 diploma的program 那他會有時候 會update一下究竟 學校的campus 那些campus tour 會講解一下 讀那些科 他們今天出去了哪裡 做一些field trip 做一些field placement 去拍一些不同的東西啊 會講解一下 在多龍多生活一些 不同的 譬如划買的地方啊 好玩的地方啊 等等這些資訊 那都比 那接下來想過去 多龍多讀書 去我們George Brown College 讀書的同學 讀書的同學 多一些idea 究竟我們到時候 會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怎樣解決啊 又或者有些什麼 是可以幫到手的 那同樣呢 那我們的IG account呢 就會是一個比較 general的 George Brown International Page 那這裡呢 就是包括所有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就未必只是針對香港的學生 但是一些比較 大型的 international event啊 或者是news等等呢 都會在這裡公佈的 那我也鼓勵 學生可以like 我們的international page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 youtube頻道 那我們George Brown College 都有一個中文的youtube channel 那其實你在youtube那裡打 George Brown College香港 那其實你都會看到的 那裡面呢 會有一些 嗯 不同的簡介 包括可能之前我們有一些 同學仔做一些canbus tour啊 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不同的聖 James 或者Waterfun campus啊 或者是有一些 嗯 學校的一些information session 講解一些不同program啊 入學要求啊 等等的資訊 我們都會有upload上去youtube的 那都鼓勵同學仔可以去那裡 找我們 就是不同的資訊 那當然啦 今天的presentation 未必是 龍括到很多 不同的課程啊 或者本身 你還有其他問題 想問我們今天 在這個presentation 包括不了的話呢 都歡迎你找我們Wooi的同事啦 那可以問他們啦 那這裡就有我的contact啦 那但是 就是啦 如果有一些program上 想再問多一點啊 或者visa等等的問題的話呢 都是可以找回Wooi的同事的 OK 那這裡呢我想說多一點點 一些比較新的update呢 就是我們那個palprovency的artistic letter的要求啦 那在加拿大政府早在今年年頭一月尾的時候 就公佈了 接下來所有申請student permit的學生呢 都需要attach一份pal letter artistic letter 去support他那個學生簽證的 那三月尾的時候呢 陸陸續續呢 不同多不多的學校呢 都收到政府那方面的資訊 可以開始issue這一張letter給學生了 那其實我們學校George Brown College 在上個星期五 就是過了 就是四月頭 就是過了那個easter開始呢 就陸陸續續 已經issue了第一批的artistic letter 給接下來即將會過去 即申請了我們學校 也都寫了payment的學生 send了這些letter出來給他們 那接下來陸陸續續 都會可能有不同的學生會收到 那當他們收到的話 那學生要盡快申請student permit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都想再說一說 關於那個stream A visa的那個deadline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香港那個救生艇 stream A這個visa的pathway呢 其實在2026年的8月 就會到期的了 那就是說學生必須在這個日子之前呢 是完成了 那如果加拿大政府所要求的 Ether兩年制的deadline program 或者是一年制的postgraduate program 才合乎資格去申請的 那究竟那個timeline我要怎麼預算呢 那其實這個都想略略跟學生講一講 那有興趣讀我們deadline program 就是兩年制的學生呢 其實它的last intake必須要入的話呢 說的是今年的9月 就是2024年的4月 9月是最理想的 是要最次入的了 那你說 哦 我不行啊 很急啊 9月 我下年25年1月 winter才入行不行啊 不是不行 但是你可能選擇的program的option 就未必會很多 因為9月是我們最大的intake 就大部分的program 都會在9月開到的 1月5月呢 就要看一看 究竟你的program 我們有沒有開 那還有 那其實我們學校的program 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9月日的話呢 其實你是大部分的program 你都需要有一個summer break的 那就是說在5月到8月的這個summer的時間 你需要break了的 就不可以連續讀的 那 那 我們1月和5月的intake的program 那就可以連個summer term都讀完的 就是5月和8月這個summer term 5月至8月這個summer term 是可以讀完的 那所以有時候 剛才也有說過 你會看到我們的program 為什麼有些是寫著兩年standard 四個semester的 有些是寫著16個月的連續四個semester等等 就是好像很confused 就是因為我們 從不同時期進去讀intake的學生呢 他究竟需不需要take那個summer break呢 就會導致到他究竟那個program 讀不讀不切了 那這個就是主要那個原因 所以鼓勵想讀diploma的學生呢 其實就不要這麼問 下年1月了 最好就是今年9月已經是可以入讀 因為你會有些buffer的時間 讓你究竟那些semester是否可以開足 那些forum是否可以開足 還有你要確保自己 是真的要很努力去讀書 是不可以有fail 如果要講得及那個stream A的visa 那當然啦 如果是for postgraduate的學生 就是可能香港完成了degree之後 想過去讀一年制的postgraduate的話 其實他的時間都充足的 但是當然我都鼓勵不要去到禁問才讀 因為你都要遇到一些buffer的位置 給你可能就是剛巧有一科 下一個sem開不了 又或者touchwood有一科 fail你需要retake的話 那你都要遇到多些buffer的時間 那所以postgraduate的學生呢 可能是eida最理想 當然是今年9月的in take可以入讀 如果不是下年1月的intake 或者再下年的5月intake等等 都已經是最最後的了 下年的5月那些 所以理想地都是 徘徊是今年的9月 或者下年的1月 都是最理想的時間 ok 那就是了 我今天的presentation就差不多了 那看一下 Ui同事 Crystal 有沒有其他 另外有個問題是關於你們 因為很多postgrad的program 你們都會包含了一個term的co-op 那我就想知道關於co-op的部分 你們會有一些 譬如specific的partnership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什麼support 可以給到這一類型的學生 嗯嗯嗯 是啊 是啊 co-op是一個很強的 我們college的一個 component在課程裡面 剛才我們提過 所有我們college的program 無論是長到四年制的bachelor 或者短到一年制的postgrader program 都好 我們都會有一些不同的experiential learning 在裡面的 那如果是postgrader的co-op那個term的話 那 either那個co-op會是我們學校 安排一些不同的工種公司 給學生去選擇 那當然了 co-op其實你會在我們的web site 都會看到 其實co-op相對我們都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學生要可能在academic上面達到 就是可能他的平均分要達到某一些成績 那也都需要pass了那個interview 才可以做到的 因為呢 那個概念就是 我們擺在我們在校的學生 去別人公司那裡做事 那所以 你都要想到我們相對 就是要求的學生那個學實程度 或者是等等都要比較高要求的 那另外想看一看co-op 就是 either是pay 或者不pay都會有機會的 那就不一定是不pay 或者不一定是有pay 那所以是會depend 那家公司它有什麼offer的 那所以是了 co-op我們學校絕對是有這個service 是提供給學生 有些不同的工種 會給他選擇或者機會 那同樣的 有些學生說不是啊 外面找到一間公司 我覺得都很合適的 我想找這間公司做我的co-op 可以不可以的 都可以的 其實你就需要跟學校那方 即那邊申請說 我現在有一份這樣的工種 那它公司是怎樣怎樣 我想apply作為我的co-op 那需要我們學校apply之後 你才可以去做的 是的 那co-op情況就是這樣了 那今天非常多謝Jong Friend的學校代表 接受我們這次一個很長緣的 學校介紹 還有一些小小的Q&A 那希望都可以幫到同學 關於可能申請diploma postgrad program上面 有更加詳盡的資訊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